尽管今年建筍上市时间慢了一些 但是光丰地区农会各项产销推广活动仍旧马不停蹄的进行 而为了开拓产销通路 农会结合了吉安乡公所 从3月18号起将在吉安好客广场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建筍农特产品展售活动 18号下午登场开幕活动 也将提供建筍料理免费让大家品尝外 购买超过500元者 还有送红糯米乖乖或是咸猪肉可乐果一包 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盛聚 光复香财宝朗部落3月限定的实令农特产建筍 尽管今年上市时间慢了些 不过光丰地区农会各项产销推广活动 仍旧马不停蹄的进行 所以3月18就在我们的浩克尔广场 有一个建筑笋的实体的行销 当天的3月18的下午 我们预定3点半开始开卖 希望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力临现场的购买我们的建筑笋 除了建筑笋以外呢 我们还有许多我们在地的很多的 优质的农特产品也做展示 光丰地区农会连续30年举办建筍行销活动 今年选定在吉安乡著名的黄昏市场浩克广场前办理漫游建筍去开幕活动 从3月18号起开卖抢先 18号开幕当天 除了现场嘉宾示范简单的建筍料理 以及专业主厨所烹饪建筍美食免费吃 也有最自然原始的火烤建筍吃法 最能够品尝得到建筍淡淡的奶香气味 我想3月18到4月10号 希望我们的消费者爱好建筑笋 爱好我们光复香的农特产品的消费者 可以每天的下午 我们会在那边做实体通路的展示 藉由实体通路的展示 希望把我们光复香的农产品去行销 希望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去喜爱购买 18号下午3点 登场的漫游建筍去开幕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 现场也展授建筍 苦茄 鹿桥 咸猪肉 红糯米等等 部落各式优质的农特产品 凡购买超过500元者 还送红糯米乖乖 或者是咸猪肉可乐果一包 建筍行销不中断 光丰农会辅导农民 自产自销 从3月18号 一直到4月1号 每天都有从产地直送来的 建筍现采现拨 让消费者吃到这当即的美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那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